在美国有一个艺术家打造了一个神奇镜子 他们跟着人的影子的方向去摆动 这个镜子是由许多小块零件组成的 而当手机师把镜子整齐的贴在墙上时 镜子就会出现它神奇的一幕 它可以在人体走时形成强烈的灰白色差 当然形成了这些色差也就是人体走进这面镜子时的身影 还有一种自带马赛克的效果 另外人站在这块镜子前的一举一动 也都能通过这块尽快形成的色差表现出来 那么这些镜块为什么能够具有这么高的识别度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通过安置在角落里的摄像头提供实视图像 而在尽快的内部也安装了承感器 在通过电脑程序的编辑 所以当人体走进时摄像头程序就会提供的相传给镜子 尽快获得电动马达就会通过旋转来反应互动转的轮廓 也就是说站在这面镜子前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动作都能够反映出来 它的原理其实就跟家里的显示器是一个原理的 都是根据像素显示的装置 反映的这位艺术家除了发明出了这面神奇的镜子之外 还有企鹅制作成了镜子 那么镜子真的是太神奇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关注或订阅哦